你会发现程式也比较简短 就是在那个on create option menu这边 只要一行就可以了 就是叫做get menu infector 这个get叫menu infector 实际上就是把它翻译的意思就是叫做menu的产生器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menu产生器的里面有一个方法叫做infect in fact就是有点像我要产生这个menu 那我要产生menu的话我要在哪边产生呢 特别注意这边有两个参数 一个的话就是在那个后面要加上一个我的相关的menu的位置 那所以呢我必须要在resource里面先建好menu才可以把它载入进来 这个部分的话就比较可以做成这个多国语系 然后再来的话底下也是一样 on option menu on option item select 那当我点选的话呢 它也会利用什么利用switch case 去找到说你到底点了哪一个 点了其中一个 就去执行它的某个按钮的这个程式 那用switch的方式 后面的话呢加上item 因为会传进来一个item 选了哪一个项目 然后呢用getitemid去判断说到底它点了哪一个 再去用case去筛选 如果点了哪一个之后呢就执行哪一个程式 最后记得要break跳开 这个是方法二 就是建menu的方式 那要怎么做我想我们逐步来看好了 因为这个部分实在还是有点点复杂 ok那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一样 这边进到我们的这个equilibus里面 那我这边已经有建立一个 一个叫submenuex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第五之二十页的地方 五之二十页的地方 那首先的话呢 请各位也是一样先新建一个 enjoy的applicationproject 那请各位在这个地方呢 建立一个名称 就是叫做submenuex 建完之后的话呢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了 ok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